深陷舆论险涡的金敏灾真的看不起中国足球吗 这不是我认为根本就没有看不起中国足球 第一是什么呢 这个韩国呀有一种娱乐之死的心态 导致产生了一次不必要的误会 那么大家都知道 目前全世界的娱乐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就是韩国 因为韩国政庚政府规定娱乐宣传寒流的文化政策 就直接的关系 像咱们好多综艺节目奔跑吧 像这种节目全是来自于韩国 所以说呢 这个节目啊 也是一种娱乐之死的一种心态 主持人虽然是韩国足球解说员朴文成 他是专门解说欧洲足球的 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吸引粉丝 再一个就是吸你眼球 完全一种娱乐之死的吸引减球的心态 搞怪一下 再一个 而且小胖子金敏灾啊 也是一个搞怪的对象 咱们大家这个节目 大家都基本上了解那个节目 这个节目 大家都感觉像韩国版的抵抢大会 知道吧 针对的海外球员 朴文成的专业是说武打联赛的 而且呢 这个节目的访谈全是搞笑的风格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肃 非常轻松活泼 轻松愉快 如果有人偏这么想 偏偏辣仇恨的话 只能说明这是文化差异 还是有某些人 有自己的玻璃心的心态 根本就无法承受 别人说自己一定点的不好 这种心态啊 还是自己找医生看看去 对不对呢 坦诚一点怕什么呢 感谢观看